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阿比较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现在美国学运呢 乐火如图 呃 这个 这些大学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呃 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停学处罚 拜登呢 也成70多年以来美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隆登这个宝座 那么 习近平呢 要在法国去访问了 那么 马克龙呢 叫了一个令习近平非常恶心的人 欧盟的主席冯德兰 而这个冯德兰呢 现在也是大放厥词 说要把中国TikTok给禁掉 那么 这一系列的西方的这种对中国的恶心的做法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来分析分析 还有一个 我们从TikTok退出印度来看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拜登成70年来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美媒 特朗普民调稳定领先 在美媒及盖普的最新民意调查中 特朗普继续相对于总统拜登保持优势 大多数美国人表示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更成功 相反 拜登的支持度持续下滑 甚至在盖洛普民调史上垫底 美国有些就是新闻网的民调发现 拜登支持度从1月的45下调至43 有61的登记选民认为 拜登的总统任期之间为止是失败的 只有44的人认为特朗普当年执政失败 盖洛普民调显示 拜登的其第13个执政季度的民望为38.7 将上一个季度再跌0.3个百分点 在拜登第13季度执政期间 继续受尾巴冲突 持续及美国南部边境非法入境者等分别因素影响 在盖洛普过往进行的所有总统民调中 拜登的支持度跌破新低 仅38.7 较本来包围的老布什还低 当时老布什民调仅为41.8 使拜登成为过去70年以来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可能真实这个数字还要低 因为CNN是美国的民主党的喉舌 他其实真实的情况还要更加低 也就是说这就是拜登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真实地位 以及他上台这几年所交出的答卷 就是成为70年以来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老登在任期间没有做成任何事情 我认为内部还是外部 内部你看他那个所谓的大基建法案 还有所谓的医保改革 还有所谓的这个抗争中国的这一带一路的这些法案 这儿大的一个法案都没有什么通过 没有任何的这个 就是说通过了也没有落实 口徽而实不至 对外呢 老明说了 那一系列的对外政策 外交政策全部都失败 没有一个成功的 我说过这个美日印要 现在还有这个美日印要吗 没有了吧 现在这个印度变成了这个菲律宾 然后呢 这一个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框架 军事上的框架 政治安全的 包括奥库斯到现在还没有八字没一撇 所以你看看 无论是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场 中东从伊朗的对抗当中 还是在这个印太地区从中国对抗 没有一个一个他获得成功的 包括朝鲜也越来越敌对这个美国和日本和韩国 你却弄不死他 而且随时随地可能他会效仿伊朗一样 对韩国或者日本发动这个空袭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现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这个高校啊 也是这个跳出来 谈判为国 哥能比亚大学对世卫学生寄出停学处分 美国境内至少50所大学进行爆发反加沙战争抗议潮 学生发起静坐 并在校园内扎营 要求校方对以色列及其相关机构 抵制撤斥和制裁 纽约哥能比亚大学29日开始对拒绝拔营的 世卫学生寄出停学处分 校方校长证实 与亲巴勒斯坦的世卫者的谈判协议僵局 未能让世界和平落幕 综合媒体报道 世卫学生进入在各大校园内搭起帐篷 抗议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战争 各大校长夏福克在声明中强调 校方高层与世卫主办方展开数天谈判 却始终未能劝说世卫学生撤离 校方29日上午向抗议阵营寄出通知函 警告当天下午20时 若不愿清空引地 并清楚一份表格承认其参与活动 数学学生将被停学 且没有资格以良好成绩完成本学期的毕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高校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高校不允许中国人再进去了 或者说参与一些研究 因为美国的高校说难听 就是给犹太人开的 给可萨人开的 牛逼的专业只能他们来学 如果可以谋生的专业 大家知道谋生的专业 所谓的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要学商 学商 也不就学医 学法律 对吧 你要知道美国的律所大部分是犹太人开的 你知道这个事吧 很多的医生生物 制药这一块是犹太人开的 金融 商业 很多公司是他们开的 这个很多都是面向他们的子民 在这个地方 让你获得这种工作的机会 永远都不会饿死 所以美国的高校就是他们开的 他们这些校长就是执行他们这个命令 包括这个里面还有 我记得好像各大的这个校长 好像是一个 这个阿拉伯裔的吧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看 这些人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这个反对这个 可萨的事业 本身他妈就是个笑话 他本身就是他妈亲兄弟 怎么可能反对呢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 巴勒斯坦人 本身就是什么 被他们 踩在脚底下的 正宗的这个犹太人 所以说这个世界 就是非常扯淡 所以美国这个示威 高校示威 他没有演变为社会运动 就这么被拜登 他们给这样欺负 然后把这些人给变成这个垃圾 废料 甚至犹太裔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这里面抗议 也变成了 他们处理的废料 所以说 这个美国现在是 暗无天日 你触碰了这条政治正确了 光明会是干嘛的 没那么神秘 说白了就是可撒冷开的 就这么简单 昂游霍格体的一个议会 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神乎其神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以前 我就转 美国有盛程政府 现在看来就是 以色列在脑控美国 所以说这个拜登 就这样搞下去 他肯定是铁定要输掉 这个总统选举的 而这些学生 你只要敢得罪可撒冷 你连工作都找不到 不给你工作机会 甚至还要干掉你 搞死你 因为法律 和知识正确这个底线 是为可撒冷而设的 那么说到可撒冷 又有另外一名可撒冷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也是令人觉得非常恶心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事了 正因为这个帮辉瑞啊 在欧盟内部搞这个疫苗 这个贪污了大概几十个亿啊 分赃乱七八糟的 而且现在呢 这个辉瑞 他有这个很严重的后遗症 包括阿斯利康 就是AZ疫苗 现在都被保护出来 有很强的 对这个血小板会有很大的伤害 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啊 还有这些肺结核 现在都已经成了 所以说我说过 这个疫苗他妈的逼的 就是个骗局 就是个扯淡的东西 那么习近平呢 马上到法国去见这个马克龙了 那么马克龙呢 非常恶心 他把这个冯德莱恩也拉过来 跟中国来一些 就是 就是又是那个很 很恶心的那个画面 就是一个桌子 马克龙坐这 冯德莱恩坐这 然后习总坐这 本来是双方 就是习总跟马克龙 就面对面咱们来谈事情 现在要三个人了 要卡在这里了 那马克龙跟中国谈事 跟习近平谈事 这个女的在旁边 哔哩巴啦哔哩巴拉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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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哩巴拉 展现他的那种 activate 敌礼 冯德莱恩 欧盟不排除禁止tiktok 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不排除 禁止tiktok 他说 我们非常清楚tiktok的危险性 tiktok变成很大的危险性了 大家要知道 美国现在这个学运 主要就是说 这个tiktok是作为一个传播的 为什么 tiktok上面传播的巴勒斯坦的消息 是整个 美国前十大新闻网站的 总和 还要多 还要牛逼 所以说这是不受他们所监管的 一个舆论的工具 他们肯定是要把它给弄掉的 现在欧盟也是在说 要进这个TikTok 对吧 欧盟要跟中国要打贸易战了 所以这个女人 冯大人这个女人 她跟习总来 来这个现场来谈 就是非常恶心的 马克龙我觉得也是 这个人确实是个小男人 他任何时刻 他都需要母的在现场 没有母的都在现场 他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熊的 一个公的 就这种东西 你想想看 跟自己同学的妈 能上床 能干上 还娶回家当老婆 躺在怀里面 食尽他妈 不如这个 卤汁 对吧 他没有办法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去跟习近平来战斗 所以叫冯德兰 冯德兰就大放这种厥词 这是TikTok在欧洲一系列坏消息之一 政治新闻4月29日出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当晚与 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一场辩论中暗示 在欧盟竞由TikTok的是一种选择 这当辩论的主角是参加24年欧盟大选的各政党主要候选人 冯德兰说 不怕这种情况 在除了提到美国之后 冯德兰说 在美国 除非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出售TikTok 否则 TikTok将命令美国全国性的禁令 他随即补述说 欧盟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我们手机上使用TikTok的机构 我们非常庆祝TikTok的危险性 冯德兰并非以欧盟委员会主席身份出席这次马斯特里赫特会议 而是与中右翼欧洲联名党领袖获选的身份出席 但冯德兰表示传言论之际 TikTok在欧洲遭到一系列的坏消息 这个欧盟呢 对吧 也是这个曾经呢 这个也是法国TikTok 说没有好好的保护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TikTok被禁啊 最大的获益者还是这个Facebook的埋态公司 这个马克扎克伯格 他呢这个Instagram呢是最大的受益者 还有就是这个YouTube的短视频平台Shorts 那么我们拿印度来举例啊 我看了一份这个报告 在印度禁止TikTok啊 没没本来呢是印度想要自己印度说什么事 最大的软件出口国珍纳的 然后他们自己去尝试的搞了很多的这个 印度的APP 但是没想到印度的APP呢 一个都不成功 最终呢啊 取代这个TikTok的还是Instagram 和这个我们称之为的这个叫做YouTube 啊还是油管 所以说搞来搞去搞到最后 就是这两家可萨连的公司 在这里做生意 因为油管它背后不是Google Google也是这个啊 可萨佬的 那马克扎克伯格本身就是可萨佬啊 所以说他们呢 是想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建立一道这个隔离墙 这就是他们的竞争手段 啊 你动我的蛋糕 我就直接他妈的以国家安全方式来敬你 我跟你来敌对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联合博弈啊 就这种思维 二元对立就这种思维 当然了 我说过 呃 TikTok在欧洲啊 或者在美国即使被禁掉 或者在印度再被禁掉 它不是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中 TikTok的最重要的目标还是像华为一样 我们要面向亚非拉 在亚非拉这些地方啊 达到这个统治级别就OK了 因为我们搞舆论啊 重点是面向亚非拉这些搞 欧洲呢 跟美洲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跟北美 他们就比如说像 俄乌战争爆发 他直接就把俄罗斯 这些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给干死 对吧 制造这个信息减房嘛 啊 当然我们重点要争夺 争夺的是什么 我们跟他们本身就 就生意越来越小了 那我们重点就是什么 重点就是亚非拉 在亚非拉 TikTok是同日级别的 啊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 啊 还是挺重要的 啊 当然大家要知道 即使像在印度 他们用Instagram 或者说YouTube的Shows 这些用户曾经 曾经 啊 这个用过TikTok这些用户 他们还是依然很不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算法太牛逼了 抖音的算法太屌了 啊 因为有一句话讲 叫做抖音一想覆没白养 它确实有一种魔力 啊 能让你刷上去停不下来 所以 在这里我给大家交个底 老兵从来没有用过 抖音这个软件 我是抖音啊 就国内的抖音 我不想TikTok TikTok我也没用过 TikTok和抖音 我迄今为止 没有用过这款软件 啊 大家想想看 这都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甚至都没有这种账号 我都没有的 我从来也没有下过这个APP 啊 从来都没有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奇葩 啊 因为我知道那东西吧 怎么讲 确实挺下来 他那个算法 确实张一鸣妈的 这个这个福建人啊 搞这种算法搞出来 我觉得确实挺恐怖 福建人做生意还是懂能性的 啊 对吧 福建人也成为中国的妈 中国的犹太人 啊 尤其他是客家人是吧 客家人就本身就是中国的犹太人 哈哈哈哈 啊 所以说 这一套东西能够搞出来是 挺挺厉害的 啊 挺厉害的 所以说很多 不在印度 啊 用过TikTok的 再去用这个 埋态公司的 他觉得很不爽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 所以你想想看 在美国要禁止 在欧洲要禁止 有多少人 会很不满意 啊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人为制造的筹码 好吧 这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啊 别扯了 啊 别扯了 啊 好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